家人朋友們歡迎回到地產直言堂 炎炎夏日對不對 今天在錄節目的時候已經到110幾度了 可是比這個溫度更高是什麼 是市場開始現在要咬我們的 是嗎 因為我們的英雄開始往下掉 大家一直在講對不對 我是你的地產一哥 我是你地產大師兄 我是男家的專業地產經紀人 我們每個禮拜給大家帶一點點小小的乾貨 讓你買賣的過程中 幫你安心不愧 一步到位 喜歡這樣的乾貨記得幫我們點贊 關注 幫你補迷路 當中這個帥哥又回來了對不對 是新作很有帶夢想的一位是吧 公司叫什麼 對我叫Mark 是一名貸款經濟 是來自新夢想貸款 YouTube Funding 廣告時間結束了 好我們今天馬上來 接錢一下 是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現在 因為利息要降息了 確實現在這個FED也在講 我們現在也在巴掌 最近新聞一打開都講降息降息再降息 那之前在等待在觀望的客人 他們現在也開始蠢蠢欲動了 對嗎 那在更有之前的這些 有智慧一點的 可能早就開始投資 但是現在這個叫什麼 這個亡羊捕牢優未晚矣 我們現在大家還可以繼續去投資 還不會太晚 那動作要快了對不對 可是同時有另外一個群組的人 現在也是要被照顧是什麼 在做Refi的人對不對 已經有貸款的人 對對對 已經有貸款 那請Mark跟我們今天聊一下 大概Refi的一些 我們應該知道的 123的一些事情 好的好的沒有問題 那第一點我想向大家先講 先說明什麼叫做Refinance 那很多人不懂 他說我今天買房做一個貸款 或我今天Refinance 這兩個到底什麼樣的區別 對啊 其實在本質上這兩個是沒有區別的 你不要這樣講 你千萬不要這樣講 我就知道說Refi 很多人都是可以做免費的對不對 是是是是 那是怎麼說的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我用英文來理解對不對 貸款就是要Finance嘛 對不對 Refinance就是重新再貸款嘛 每一次也是一樣的 你這樣講也是可以 首先我們要恭喜一下老乾媽 現在在巴黎開分店了 那個老乾媽是不是 嗯 可以支持一下 支持 是 那所謂的Refinance 字面意義我們要重新貸款 那我之前跟銀行A拿了一個貸款 對啊 他給我一個比較高的利息 比如說7.5% 對對對 那我今天利息降下來了 我需要拿一個新的貸款 第一去還清我之前那家銀行 OK 然後呢這家銀行給我貸款呢 他的利息就比之前低了很多 OK 那可以這樣子在每個月 省下我很多 很多每個月的Payments 所以那一種說法是說 哎呀我要Refinance 我要Refinance 為什麼我可以每個月少付500到1000塊 哇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那我給大家一個scenario知道了 對對對我們繞回來 你不要把我繞迷糊了 現在在講免費免費做Refinance 來來來來 OK 免費有確實可以做得到嗎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哎呦 是就只有一種方法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只有一種方法 那大家在做Refinance的時候 一般大家要知道 既然你今天是做一個重新貸款 對對對 一定有跟他相關的費用 比如說 你要重新做房屋估價 OK 銀行要有 appraisal appraisal 對對對對 他的underwriter 他的審核員 他們要審的underwriting fees 有processing fees 嗯 那這些呢 還有你要重新開ascrow 要ascrow嗎 ascrow要開 哦 對 好不好那個payoff的這個 penalty 呢 payoff penalty case by case 不是每個loan都會有 那我們跳回來講 ascrow跟你們本身 要做processing要需要的費用大概是多少 那如果今天我做一個refinance的話 大概的費用 我今天重新開Title escrow 跟買房的時候 會相當來說便宜很多 Title一樣 Title一樣 對我們現在要re-recording title 把新的銀行放上去 對對對 對 Title escrow差不多2000到2500塊左右 銀行的費用 processing underwriting 加上appraisal 差不多2500塊左右 所以beard minimum做一個refinance 你會look at 差不多4500到5000塊的一個cost 所以還真不是免費 對而且也不便宜 而且它其實就是一個貸款 嗯 是嗎 為什麼可以說做到免費 你剛剛這樣講要負責 是是是那我就蠻好奇 是那像我剛剛說的 那一般做refinance的時候 其實付費的方式有三種 唉唷 大家都知道做refinance 支付寶 對 那有三種 Bitcoin可以嗎 不要來 回來回來回來 三種 第一種呢如果我今天說ok我的saving很多 我願意拿出5000塊去付我的refinance perfect fine 就是現金付了 對ok 這種情況呢相對在市場上移物的經驗是比較少的 ok 那大家因為refinance都是為了省錢 他們不會願意提前up front拿出這麼多錢 對 就為了省在每個月 有好壞 想一下如果我今天每個月為了少付三到五百塊好了 ok 去還這個貸款 但是我要先付5000塊 其實對於大部分想refinance的人可能就不因為有這個意義了 看大家就是接受程度吧 嗯嗯嗯 而且不是每個人不然間 Case by case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四五千塊直接丟出來 就是啊我要拿來refinance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第二個方法是 第二種方法就是 這是我在市場看到比較多的 就是這個重貸的費用其實是可以finance到你的貸款金額裡面的 嗯這個有點賊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說他可以做到就是免費 所以這個這種貸款呢我們一般不會叫他no point no feed loan 我們會叫做no out of pocket cost 诶再講一次 no out of pocket no out of pocket cost 就是你不要馬上付 對你不需要自己掏錢包 立刻自己掏錢包就付這個貸款 okok 比如剛剛那個scenario80萬 你之前做80萬貸款 那現在我幫你做一個重貸 assuming你貸款金額沒有變 我多加五千塊在你貸款金額裡面 嗯 這個貸款pays for all the cost of the refinance ok 五千塊三十年分期 其實你每月可能也就多了十幾塊而已 所以也是一個大家對字面上的理解 他們也蠻誠實的 只是正常人看了以後就覺得它是一個no fee的一個東西 其實我還以為可能要到十多塊的區別 因為你說十多塊差不多 對 其實蠻好一下的 其實ok啦可以接受 對我個人來講可以接受 對因為不用付這五千塊十多塊 其實是ok的 對對對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所謂真正的no point no fee 就是客人真的 不需要付任何錢去做這個refinance 就做這個就好了 你幹嘛跟我講前面兩個 這個是其實這個就要想講 這個不是適用於每一個客人 哎呦 相對來說它適用於一些quality 它的條件比較好的客人 就像顏值高一點的 對我的房子買完之後 它升值的空間很大 升值的空間很大 已經升值了一部分的價格 我的客人信用分數很好 工作很perfect 這種情況下呢 銀行有的時候會因為我們的good quality客人 給我們一些incentive 那這些incentive剛好可以幫客人 負掉它重貸的費用 所以你還要負責 所以你還要負責 就要負責 對 對 好的 對 其實這也是我們loan officer的一些責任 因為我們的工作其實也是把客人包裝的 在銀行面前包裝的非常的strong 非常好 對 對 然後還有一點是大家要知道 羊毛出在雅身上 對對對 貸款 大概多少是一定有費用的 今天這個費用如果 你不去付 是銀行去付還是我來付 someone have to pay 這個費用 對 首先我這邊就為大家 這個我們的lender發聲一下吧 對不對為什麼人家免費幫你做 對不對你長得比較帥比較正嗎 沒有 這個前提是 你既然每個月都能夠省錢 能夠給人家賺一點不應該嗎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這個process 跟各方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工作有省嗎 其實工作量沒有省對不對 那在這個時候幫你省心省力還省錢 對不對 給人家賺他們該賺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應該的 其實我的看法倒是是一個 這個蠻大家都聽過 是一個win-win的scenario 為什麼 因為貸款我們現在房價也貴 貸款要還的這個錢房貸也不低 對對對 五六千塊左右好了 OK 但是你要拉長三成 你五六千塊這樣還對不對 如果現在就能少五百塊的去付對不對 其實你每個月少付五百塊 其實就是一個加分的東西 很多人可能需要有這件事情發生 那他們能賺到這個做你refi的這個錢 對不對 然後你還能每個月現在就能省到這個錢 因為他的額度夠高也夠長對不對 蠻make sense 其實我覺得是家家的 我們一會兒來聊聊 什麼樣的人適合做refi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稍微聊一聊 就是有一些這個所謂的謠言 或者有些所謂的問題 比方說有人就問他說 我剛剛買房子 而且是投資房可以做refi嗎 是可以 但是我們一般建議 在剛剛買過房子之後 至少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那原因有幾點 因為呢 雖然市場現在開始降息 但是 美聯署降息跟市場降息 它是有一個固定週期的 它不會在一個瞬間降到最低點 所以在你當利息突然開始下降的時候 你立刻做重帶 如果利息變得更低 可能你做這個重帶的時機就過早了 你講到時機我就不得不問一下 你說最近我們講美聯署說要降機降機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時機情況是 已經利息開始降了 對啊 這正常嗎對不對 美聯署都還沒降 人家這叫投跑嗎 還是什麼情況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是正常的 其實大家會有個誤區 是美聯署 比如這個月18號 要看美聯署會議 他們降的利息就是房貸利息 對 美聯署降的永遠不是房貸利息 對 他們降的要做 叫做一個隔夜拆解利息 隔夜什麼拆解 拆解利息 就是financial institution 跟美聯署借錢 隔夜的一個利息 年利息化 但是這個利息呢 是一個基準利息 它影響到更大的市場 它會影響投資人的一些動作 一些behaviors 美聯署降息會影響大市場 比如說美國的國債 比如說股市 同樣也會影響到房屋貸款 這個美聯署牽一髮移動全身 是 隨便放個皮疙瘩 每連署一個好的消息出來 市場是會react 是會反應的 按照我這樣子理解 是美聯署有這樣子的消息 剛好這樣的消息 是好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市場就覺得有信心 我就可以投多點錢進來 錢多了 我的利息就會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儀式 所以它就會掉最近 對 很多政治的原因 很多熱錢的流動 美聯署的決定都會影響 所以常常跟我們的lander 聊一聊 對你有好處的 回到剛才講的東西 6到6個月左右的話 我們基本上如果是剛買房子 我們不要去refy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我們有recommendation 因為6個月 它有足夠的時間 讓我們去monitor這個market 去審查這個市場 看什麼時候是利息 就像我說的 每個refinance 它都是有一定的開銷的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筆開銷 是最大化的 利益最大化 那我們直言堂也可以講 這個6個月 銀行都還沒賺保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讓你去存在 這個銀行他們也有他們的cost 嘛對不對 要借錢給你對不對 那同樣我們可以理解說 是不是好像我聽人家講說 這個appraisal 你的房子就算是有appraisal 這段時間可能也不能算是嗎 對所以為什麼我建議6個月到1年的時間 因為如果你的房子是在過去12個月之內買的 對當你在做refinance的時候 銀行是有這些record的 它會看到你的房子是多少錢買的 在什麼時候買的 對對對 如果那個時間點是過去12個月 對 你的房屋的價值 就只會用於當時買房的那個價錢 哦 不是啊 所有的銀行是這樣嗎 90%的銀行都需要 其實這個應該跟那個data出來的confidence level有關 對 那這個 第一他就覺得這個不太明顯 那就還不如拿當初買的價錢去做 而且銀行他們既然是靠這個賺錢 可能也要集體來抵制這個行為 是啊 你兩個月這樣refinance是誰受的了 對不對 你有錢我們都不一定有信心去借給你 是 把市場搞亂 對尤其在過去幾年房屋市場是每隔幾個月 或每隔半年都是有一定的增長的 它現在是一個 短時間內漲很多 掉很多的一個市場 那我們最後我們來問一下 怎麼樣的人適合做refinance 怎麼樣不適合做refinance 像我知道CK之前就講過 你幾年前買房子了對不對 對啊我現在就是判斷這 因為那時候買也靠近7了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想著判斷這 快點掉快點掉 我每個月可以少付 對對對 500到800塊好了 欸那時候很多 一個月500到800對不對 確實很多 確實很多 可是500到800的話 每個人用法不一樣嘛 以前會投資可能會適合用 像你CK本身這個 無論是要買肯德基吃多點肉啊 哈哈哈哈 沒有開玩笑 這也是一種投資 各位對 心臟病的上面 對對對 像CK是本身是學finance的對不對 像這個動作 他肯定知道 搞不好就把這些錢去壓第二棟 也有可能對不對 就是 其實Mark跟財 我們私底下有討論過 我們三個人齁 對對對 就是說我們之前經濟學 有學到一個最經典的 是叫什麼opportunity cost 對不對 今天我失去了這個機會 長期可以省到這個錢 或者付這個錢 就是沒有這個cost for refi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拿到每個月省多500塊 或者多一點的錢 這500塊我可以做其他東西 是賺更多錢的 那這樣子是值得的 因為我買到了這個機會 opportunity cost 就是我花這個錢 去做這個refire ok 就是這樣啦 所以其實我們懂 如果你這錢省出來 你知道做什麼 EVA幫你很多的話 那其實是make sense 對 不要一直看一下眼神都不一樣 你要聊等一下私下聊就好 你這行為很衰弱 我覺得你就要趁機會嘛 你這時間很忙嘛 欸有人來就開始趁 那我再問一下 每個月如果省500的話 大概是省幾年的這個payment ok 像我剛剛跟我們私下聊了一下 那今天如果我做了一個refinance 把7.5降到6.5 那我每個月省了500塊 這500塊我可以放到我家庭裡面 improve我的lifestyle 我可以invest到我的investment 讓我以後退休有更多的錢回來 對對對 我們也可以把這500塊放回到房子裡面 唉呦 唉呦 因為這個你80萬貸款 之前每個月5500塊 大部分都是利息 對 今天降到5000塊了 如果我是能夠support到5500塊的話 對對對 我可以選擇我付5000塊 我繼續把這500塊放回到房子裡邊 ok 每個月多付500塊的本金 可以把你30年貸款縮短到22年 哦 我可以早退休8年 早退休8年 那很多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時間的成本 還有你每個月能夠 讓你自己的債務減輕的這種壓力 其實是值得考慮 那就謝謝馬爾街 在我們今天分享這麼多乾貨 那喜歡這樣的乾貨 喜歡像我們中間的大卡的話 記得繼續關注我們 那我們三人就請大家留下來 下次再見囉 跟你們 掰掰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